林心如生下女儿已经五个多月了 随着身体恢复 现在已经全面复出 继早前亮相芯片宣传活动后 日前又上了张小燕的小燕有约 节目上聊到 正在为自己的第二胎偶像剧做宣传 现场畅谈婚后生活 更聊到了女儿的成长 其实早在林心如与霍建华结婚后不久 粉丝们就对两人的宝宝长相展开了热议 甚至有大神利用他们现在和童年的照片进行合成 推出了宝宝长大后的样子 发现不论是男是女都是长得相当漂亮 被张小燕问及 觉得当制作人与真正造人哪个比较难 林心如笑着回答 我觉得是真正的造人比较难 因为对于女儿的生活点低 每天都很新奇 感到惊喜与惊讶 霍建华等了十年 终于抱得美人归 这感情让人羡慕 不过他们的感情也不是那么突然 当年霍建华被问为何要娶林心如 霍建华是这么说的 我不需要你太漂亮 领得出去领得回来就好 过去的是我不会问 但是遇到我 以后就好好的喜欢我就行了 其实女人需要的不多 就这些 但有多少个男人可以做到呢 节目中 主持人张小燕感性地说 林心如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强人 拍戏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 直到成立工作室 带上自己的经验与团队 拍出自己想要的戏剧 张小燕说 记得上一次来到小燕有约时 林心如曾经说过 希望能打造一部可以得奖的戏剧 当得知16个夏天得奖时 她非常感动 因为努力终于使梦想成为现实 而且不断向前迈进 听到张小燕的这番话 林心如感动致落泪 并表示 直到现在 回想起当时得奖的心情 内心还是非常激动 为此 网友纷纷为她喊加油 感谢观看